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近来接到大量粉丝的视频投稿 我一直攒着,没发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吃鸡手游里面的各大牛鬼蛇神 第一个,哥斯拉队友 该视频来自一名主播的直播时录 可以看到,开车的哥斯拉竟然是特别巨大的专门 整个人物都穿魔了 这样的直播内容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年龄比较小的观众 毕竟他们都会好奇 这个哥斯拉为啥这么大呢 其实名眼人都能看出来 百分之百用了梅花包或者是修改器 第二个,巨型人机 也是来自某位主播的直播时录 和上面的视频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该主播声称是吃鸡的单机模式 其实傻子都能看出来 他肯定也是使用了修改器 第三个,巨型枪械 和上面两个又是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这次变大的是枪 那么使用的方法肯定也是一样的 使用所谓的修改器 把这个枪械改成了巨型的 同时该视频作者还自导自演 问大家怎么回事 又说是游戏的bug 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 不建议大家模仿 第四个 发现淘汰的玩家竟然是透明的状态 同时也说是游戏的bug 由此可见 这年头正常直播 正常去做视频 已经没人看了 你不搞出点花样 那还真不行 但是这种妹的良心说假话 自己把人物修改了 把枪械没化了 愣说是游戏的bug 这就有点不对了吧 总的来说 以上的作者和主播 为了热度和流量 故意制造出这种离谱虚假的视频内容 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简直就是游戏主播界的毒 后面那个字大家自行脑补 好了好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